每一個人都很好奇 自己未來十年、二十年 會變成什麼樣子 到現在還記得 小時候最常被忘到的問題是 你想做一個什麼樣的人 你的夢想是什麼 你想要做一個才華洋溢的藝術家 還是改變世界的發明家 還是創造未來的科學家 在追求夢想的道路上 我們不斷地學習 尋求新的知識 不斷地成長使自己更加茁壯 希望自己可以離夢想更近 然而在選擇夢想的道路上中 我們會面臨許多困難 但是最困難的 並不是決定哪一個方向最正確 而是哪一個方向 可以真正成為你想成為那個人的動力 而這裡啟動了我們熱情的基因 在這裡顛覆大家的想像 我們不再被框住 不再被設限 創新 要先學會放棄 我們打破一切就有的元素 從零開始 在這裡不是給我們答案 而是讓我們提出更多的想法 創造出更多的可能性 在這裡我們學會了堅持與專注 我知道想要成為未來的我們 我們必須認真去對待每一件事 堅持每一個步驟必須做到完美 專注每一個細節 才能創造出完美的作品 在這裡讓我們保持對夢想的熱忱 才能成就未來的我們 透過鏡頭我學習用不同角度看事情 試著找回人與人之間的溫度與角色關係 傳遞正面能量 杜鑽的世界裡 我們創造未來的可能性 激發無限的想像力 在這裡我們學習如何幫助人們 透過我們所學的知識 實踐用生命影響生命的價值 希望有一天可以成為他們強而有力的後盾 我們也懂得感恩與尊重 生命的價值與意義 我們希望有一天可以成為一個手心向下的人 讓這世界變得更美 變得更溫暖 教育應該用盡一切可能的方式 把孩子的學習動機激發出來 不是灌溉 而是一把火炬 來這裡成為你想要成為的人 來這裡成為你想要成為的人 宣傳大學 歡迎你